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话应该是第三章的最后一关的秘密任务 第四章之前已经打通了 然后就是接上第五关的第一关秘密任务 因为秘密任务并不是每一关都有 它只是在限定的几关会铲出秘密任务 等它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上面 这里的话跟正常的普通关卡是一样的 需要引诱这个外星机器人 一定要注意它会消灭任何带有生物特征的体质 就是说会把一切的人还有动物都消灭掉 让它踩在我们的道路 它会秀出我们的DNA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所留下的轨迹 进行一个追踪式查找 所以说在这个蓝色箭头上 要留下我们的位置 当它踩上之后就可以打开这个门 果然是这是一个倒行官 我们只能倒着走 千经一发的时刻 这个穿红衣服的赶紧走吧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机器人瞬间消灭掉 快跑快跑 一定要倒行跑步 成功过关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不玩 在这一关应该是喷嚏官吧 不能连着两个倒行官了 好像也没有打喷嚏 有可能这一关还是倒行官的 正常秘密任务 像足球官 养狗官 打喷嚏官 睡觉官 还有这个倒行官 在里边两把钥匙要全部拿起 这里跟之前的第一张是一样的 把这个鬼给它赶走 然后用钥匙来开下边的门 开一扇两扇都可以 它是自动就开两扇了 然后这里边会有两个监控器 把它赶到最大值 然后回来 在中间从右边突破 要注意 最终物品 它会躲着暴博的 因为它属于是被鬼怪附体了 再回来 把它赶到下边 最后的话 会把它赶到最右边的房间 它属于是可以穿前而过的 进去吧 这里是一个死路 成功拿到 这里是秘密任务老哥的一个秘密装备 不知道行关 诶 这是一个全新出现的一个关卡 拿走最终物品 这里会暴露位置 我们理所应当的 自然就撤出了 更多精彩 仅在手游库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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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